231 頭條日報 次有望星破阻力區 2015年7月22日財經P40有淺淘大使昨日反覆向好 次高開24點報25428點 早段爭島跌62點至25342點 其後 股油跌轉升 帶動港股重返政區 午後次最高升至25634點 升230點 收市回順至25536點 升131點 大使教頭依然交淨 全日成交金啞僅808億元 次程短陽足 仍受制於20天線25652 形態維陀螺 日線圖技術指標編號 MACD 牛差距擴大 9RSI 重返中軸 萬隨機指數維持買入訊號 射早前已發出轉勢向好訊號 10天線24973已掉頭回升 反彈動力 除了可維持 次二星底25600至25750點 阻力區 二十天線 六月尾小浪底25617點 以及跌浪的0.5倍黃金比率25712點 都在區內 阻力不輕 估計環要多整顧一兩日才有望升破 此關如能升破 下一目標是迪郎的0.618倍黃金比率26390點 癡若現調整 只要手穩十天線 短期仍可看高一線 中國平安速勢破關國紙升九十七點步一萬一千八百七十一點 呈短陽足 但仍內困於十天線11717與250天線11935之間 未現突破 不過國紙技術指標改善 剛重現牛差距 萬隨機指數維持買入訊號 十天線開始回升 反彈動力有增強跡象 短期上市二十天線一萬二千三百零七點的機會較大 個別股份可留意中國平安二三一八 股價五月下旬升至一百二十五點八元 九RSI和MACD均出現頂背持 並以雙非烏鴉見頂 本月初最低跌至八十二點五元 九RSI跌至十五水平大超賣 隨即以早晨之星見底 近日升至二十天線附近增持 由於十天線已掉頭回升 重現牛差距 萬隨機指數發出買入訊號 預料可突破二十天線 升向一百一十元 跌破九十二點五元至四 五一山 逢周一至五見報 前方請求 越過ご提供